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公开发文赤格肖战的粉丝小飞侠 而且用词相当犀利 另外 见网3的玩家也不断刷屏辱骂想要 用词相当的险恶 该网游的玩家其实早就与肖战之间有所矛盾 当时一位名叫陈小辰的玩家粉丝 一位在账号中为肖战打榜而引发网友质疑 起因是陈小辰曾对大众表示自己患有癌症 并且他的家人也证实陈小辰已经离世 一位离世的人还能给肖战打榜 自然引来众多网友的猜测 于是便有了肖战粉丝盗号打榜的说法 自此 双方便闹得不可开交 然而事实真相如何 后续相信大家也都有所了解 陈小辰最后被曝光是在自导自演 这件事对肖战的名誉打击很严重 本就刚开始走红的他就这样莫名被拘 人红是非多一点都不假 陈小辰事件加上227事件同时出现后 肖战的路人员瞬间坍塌 社交平台中与肖战相关的讯息几乎都是负面的 由于肖战当时凭借陈琴 令中未无限一决成功进入顶牛之巅 拥有众多粉丝的支持 所以随后就成为了粉丝与黑粉之间的较量 在事件发酵后 肖战本人以及他的工作团队始终为对外发声 任由舆论肆意发酵 当然 这其中有很多因素 一方面是肖战不想过度发言 从而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冲突 一方面是外界因素干扰 本就疫情严峻的时刻 肖战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私事而霸占公共资源 毕竟那段期间 内娱没有人敢去上热搜 上去就会被网友吐槽 可肖战的不作为也让黑粉抓到罢评 痛斥他是失得一人 自此后 肖战的演艺事业几乎陷入停滞阶段 接连有半年多的时间里 各种商务被解约 影视剧资源也被否决 商务价值几乎为零 不过最终的解决还算圆满 肖战硬是凭借意志挺了过来 现在演艺事业才刚开始好转 如今 剑网三事件又闹得纷纷扬扬 粉丝之间的愤怒再次被点燃 若再不加以自我约束 很有可能会让227事件重现 这对肖战来说 怕又要受到严重影响 1月24日晚间的时候 剑网三的另一位制作人郭伟伟通过个人账号发布辟谣声明 并且晒出多张已找到的证据 势必要为剑网三维权 而肖战方此次也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发声明维权 并且晒出律师函 由此可见 剑网三的制作人在面对舆论的压力时也不服软 与肖战开始硬碰硬 双方都不希望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总而言之 事情发展的脉络很清晰 肖战是被玩家莫名辱骂 因为此次事件完全与他本人无关 他与剑网三没有任何合作 而且毕竟是主持人操作不当罢了 这一点从剑网三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 就可以得知 但作为公众艺人 肖战也无可奈何 发生强烈吧 会被黑粉上纲上线 不发生吧 此事件又与他有所关联 只能说肖战太难了 事到如今 事情必然需要一个结果 谁对谁错 就等时间给我们答案吧